这次的拯救行动一定会成功的 张五仙元霜 这会有惊讶 圆霜 哭得这么伤心 果然是受够了欺负 到我花花大侠耍威风的时候了 你是谁啊 什么人啊 我是来救你的呀 圆霜 什么 救我 你看看你这只手 被他们虐待折磨成这样 我当然要救你了 这是我练琴练的 被逼练琴 才会独自隐气 你 我懂 可我刚才明明就是在唱曲啊 你在说我唱得跟哭得一样难听啊 不不不 不是不是不是 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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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了 你别了 不是不是不是 来人啊 你给我扫开 不要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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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过来啊 快 你 快 你 一年前在天仙楼 我遇到了海盗王岐上城 误打误撞之下 差点成了他的压寨夫人 谁知秦上城另一个身份 就是我的偶像 元和大侠 告解了 我们在江湖上出生入死 同甘共苦 你愿意嫁给我秦上城为妻吗 我 我愿意 我们走 好 怎么了 我不想当花花大侠了 为什么呀 两个月份 一个叫花漫楼 另一个叫花漫楼 这也太容易弄错了 行行行行 这次的失误呢 全能怪那些起名字的人 一点巧思都没有 简直是不求上进 但是说到底 其实还是我自己的江湖经验不足 你就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有惊喜 看不看 江湖小豹 跑跑又出来了 快看看 云霍大侠 又是榜首 云霍大侠 往下看 庆祝花花大侠首次登榜 有什么好庆祝的 绑尾而已 我要是再不努力的话 连跟你出现在同一张纸上的资格都没有了 不行 我要继续行下仗义 这样才能跟你肩并肩的出现 嗯 咱们现在不就是肩并肩吗 嗯 那不一样啊 有什么不一样的 莫非你行侠仗义 图的还是名利 当然不是 那不就好了 排名而已 何必争一时呢 可是 没有可是 反正呢 你在我心里 永远都是第一名 走吧 咱们回家 好 好 娘子 秦尚丑 你怎么又躲我被子里来了 给我起来 起来 经销一课值千金 不行 如儿 我们 我不是说了吗 要等我爹从边疆回来之后 正经办了堂才可以 可是 容儿 我们 喂 喂 之前不是因为喝得酒了吗 你就别挺 容儿 难道我们喝酒是真 我们的感情就不是真吗 真呀 可是我还是想等到 真正的洞房花烛之后嘛 所以啊 秦尚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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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 之前是我没有 顾及到你的感受 这样吧 容儿 你先在这儿休息 明天早上 我陪你用膳 来 老实 我 比不好 别怪我 每个人都不能送我 你真是 你别怪我 来 你别怪我 你 你是 说好的早餐呢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就能好吃的 怎么样 为父我是不是很用心 这回 你应该相信我没有生气了吧 那秦尚成 你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呢 就是你每天都会做 还会做好多好多遍的那个 每天 好多遍 你还没想起来吗 我爱你 这还差不多 牙头萌蓉 让你喂我 好 好 你还没想起来 你还没想起来 我去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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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叫你 到时候咱们三连抱俩儿女成双 我都想好了 到时候呢 咱们的第一个孩子的乳名 就叫做道道 道道 可是道道也太奇怪了 娘子不喜欢这名字 你要觉得不好听 那这样 娘子起 我都听你的 秦上成 我们还没成亲呢 怎么可能那么快有宝宝啊 害你是不知道这岛上的人 有多期待咱们的孩子 可是我还没有想到那么远呢 蓉儿 你就别害羞了啊 老大 对了 蓉儿 我这刚回岛上 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要不这样 你到处看看 有什么不玩意的跟我说 我到处给你换 乖 我去就回 秦上成 你去哪儿啊 秦上成 我最近在研究这本传战经略 好多不懂的地方 你教教我呗 哎 传战经略 好吧 这是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所有心得 拿去 看看啊 好呀 刚好我跟大友啊 在研究花容岛的海誓布房 哎呦 哦 明白 那一起研究下去吧 哎哎哎哎哎哎大嫂 你还是研究这经略特别好 来来来来 那还是不防 没事没事 忙着 不防 来来来 小灰 怎么了 我的容姐姐 张显对你可真好 无论太多忙 他心里都是记挂着你的 秦大哥对你不也这样吗 你指东 他不敢往昔 你看这成亲的日子还没定呢 别说婚房了 就连婴儿房都准备好了 你快别说这个了 我现在就觉得吧 他是觉得我横竖都嫁定了 所以呢 就准备了一间漂亮的房子 想把我的后半辈子都装进去 这样他就省心了 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容姐姐 你想要的是什么呀 我想要 我想要的 其实很简单 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境地 我们都能在一起 以他的所在为家 而不是一个漂亮的房子 和别人期待的孩子 那容姐姐 你可有跟秦大哥直接说过 我倒是想说呀 但是也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 从船上开始 他好像就有什么别的心事 嘴上跟我甜言蜜语的 但实际上都特别不走心 特别敷衍 我有一种直觉 可能我说了 他也听不进去 小灰 你说是不是一开始特别恩爱的人都是这样 慢慢慢慢就不爱了 容姐姐 我听你这么一说呢 那我就明白了 你们两个人啊 现在是处于冷淡期 冷淡期 你和张仙也有过吗 有过 那你怎么办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去做的 就是很快成了亲 然后我就还了身孕 张仙他紧张我 不管大事小事 都会去问我的意见 好像很快就好了起来 容姐姐 不如 你也真的生个宝宝吧 我想想 请要找 这么胖 这 胖怎么了 胖我还能练剑呢 我还能剃腿呢 买回来了 买回来了 不是给你的 不吃啊 不吃 不吃 给你 等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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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中姐姐 你怎么了 哎呀 买回 我知道你现在怀孕挺好的 但我跟你不一样 这个法子不适合我 我还是在想想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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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给谁写信啊 哦 大嫂 我们早上那个 嘿嘿嘿 秦尚成 我最近有好多不懂的地方 你教教我呗 大嫂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哎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 麻着我 没 没有 容儿 容儿 来 看我给你买的什么好吃的 来 这位姑娘是 老大 这位姑娘 是我和大嫂 今天在城东集市上 行侠仗义旧的 哦 好啊 容儿经常干这样的事 她呀 叫小猪 小猪 这位是我老大 啊 叫秦尚成 秦大哥好 好好好 留下来好啊 看来容儿今日 收获破风啊 那你呢 今天去了哪家打蟹宴啊 打蟹宴有什么好提的 巧的是 我今天吃完之后 我也去了城东市集 你说巧不巧 哎呀 这个 我去城东市集啊 还去了一家瓷器店 想专门给容儿买一对 瓷娃娃 哎 但是呢 断货了 我就想着买一个 也没什么彩头 所以我一想 就算了 瓷娃娃 真的只是买瓷娃娃 千真万确 我要知道容儿也在城东市集 我肯定立马过去找你 我还特意让张贤打了一些野味 晚上 我们做一顿好吃的 我们一起吃 至于现在呢 容儿先吃些糕点 钱大友 订菜去 秦 秦二丑 秦大嫂 我们订菜去 我们订菜去 我 我不是了 你看好容儿吗 你怎么回事 不是老大 明州总共俱俩集市 你说在哪儿街都不好 非得在门口街头 我 老大 你 你 快快快快 万老板 我们又见面了 叶娘子 我们借一步说话 来 大嫂 这间客栈的菜还没好 老大上别处买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们没说去找秦大哥 咱们不是聊菜呢 对啊 咱们不是聊菜呢 让开 又没了 不认识 容儿 我今日包下整座酒楼 就是为了要与你共进碗餐 小周 吃饭 你们怎么都不吃啊 吃 吃啊 吃 吃 吃 容儿 尝尝这个糖醋里滴 据说是明州府的特色菜 是 刚刚那个女的就是慈禧店 老板娘吧 是吧 她在仗里干什么 她 我刚才不是在她店中 相中了一对慈娃娃吗 她是特意专程跑过来跟我说 诶 诶 有货了 你说巧不巧 回走声音 回走声音 我怎么没有遇到过 这么热情的老板娘呢 好好吃饭 别说话 我看她不是叫你取货的 是过来取人的吧 我秦尚成对天发誓 我此生要取的只有容儿易人 其他女人在我眼中就是 雍之俗粉 对 巧了 我爹去小娘前也是这么说的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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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真的这么坦荡的话 为什么见她的时候还要背着我 还让钱当勇跟你做掩护 没有我 根本没有的事情 我真的跟她纯属是生意往来 完全没有半地的私情在里面 你不信你问张贤 大嫂 我方是 都是那个女的摸老大 老大没有摩擦 还上手了 张贤你说都摸哪儿了 我偷偷 我上茫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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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喜恩 恩公哥哥的朋友就是不一般 上茫茫还拿着鸡腿馒头 我不吃了 我吃饱了 回房间 容儿 她们怎么都不吃啊 都是你的了 出去 容儿 你听我解释 这个事情呢 你别跟我解释了 等你把故事编圆了 再来跟我解释吧 容儿 走开 骑上车 你个妄八蛋 有事情瞒着我就算了 还让人摸来摸去 不想理你了 容儿 容儿 对不起 蓉儿 我也不想骗你 但是此次任务太过凶险 我必须先确保你的安全 乖乖吃饭 等我回来 秦上城 容姐姐 我来给你送水来了 谢谢小猪 早上这么丰盛啊 来 坐下手 你说对一个人绍心成这样的话 应该算得上是喜欢吧 当然了 我哪怕那么喜欢大友哥哥 我也做不到这么体贴 那既然他这么体贴的话 为什么又对我忽冷忽热的呢 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一个人如果真的喜欢你 哪怕他骗你也是为了你好 为我好 这时间多少风吹不散 为了 为事的行事才没完 我也接了心事才没完 望明月照过天涯两端 最近要跟深海来换